四姨 你快给我离开这儿 你怎么这么狠心 想看着我死 不是 不是 走开 穷途末路的冷血编制 令他深陷罪恶深渊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庭的主要原因 爸爸不能没有你 求求爸爸 深陷如雨的黑暗梦魇 四姨 别怕 是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救我救我 这就是 这就是 血浓与水的亲情羁绊 他最终会做何抉择 我想要原谅你 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 静静期待 方圆巨战次级迷你俱集 成为母亲 经编版第四集 这是二年来 你辛苦了 我离开后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转急性了 培行节目怎么样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公体的 除非孩子愿意增重 如果能到八十斤的话 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再来个大鸡腿 我真是回忆说过 吐完之后我要吃清淡鲜 我才是你爸爸 你得听我的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 你都要顾好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 让别人 获得幸福 给我进来 人来啦 妈 您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 家里也打扫干净了 十二年 我也没有想过 我还有回来的这一天 是您把我找回来的 放心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对了 我买了具无城的火车票 我想去看看司仪 你 直到他在新家过得好 我也就放心了 你看 这是我给他买的特产 他一定会喜欢的 妈 我走了 我只是尽量 刚才 你 我们 懂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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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您 您 王主爱 我最近掉了很多头发 睡眠质量也不好 我化疗 能否先暂时停一下 掉发是化疗正常现象 至于睡眠嘛 我开些安眠药给你 秦总 还有一周结果就出来了 一定要坚持啊 一周 请了半个月的家 是啊 现在积极交替 发烧感冒也很正常 老师已经家访了 确实是病了 怎么 你找他有事吗 宋老师 您能把司医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这不太好吧 您放心 孩子病了我就是想去看看他 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我保证 好孩子啊 这就对了 只要你乖乖地吃饭 爸爸就会让你乖乖地吃饭 让你出去的 好吗 来 称个体重 称一下体重 别 别动 你不要 别动 你不要 别动 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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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疼 不要 追过 不要 不要 追过 不要 追过来 清了 不可能 你们每天吃这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变瘦 难道说 你把饭菜都倒了 你宁可饿死也不吃事吃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 你冷静点 来 四姨 来来来 慢点 我们不哭了啊 来 不哭了 咱们去洗洗 来来来 慢点 你怎么会帮我来 小嫂 大 Protection 你去忙吧 我来处理 许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四姨 老师说她生病了 她生了什么病 现在怎么样了 感冒伴随发烧 最近气温反复 也不容易好 所以我就给她 请了长假 让她彻底康复了 再去上学 否则也容易交叉感染 发烧 是病毒引起的 还是细菌 医生开的什么药 现在吞烧美 有没有并发肺炎啊 我去看看她 四姨 四姨不在家 在医院 昨天刚办的住院 慧姨 我在这儿 救救我 您的好意我信您了 但是今天真的不方便 请回吧 既然四姨不在家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个请您收下 慧姨 我在这儿 既然 Roman 扬了 让我说 她不是 生这儿 як Should have 对了 这两天你先休息吧 秦总 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啊 不是的 你休息这几天 工资照发 好 谢谢 谢谢 你忙吧 救救我 温宜 喂 您好 霞光里派出所 我要报警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你说清楚一点 谁关了谁 还有你是谁 请你别报警 只要你不报警 我就告诉你四姨在哪 莫名其妇 你是谁 我叫柳燕 是秦小波的妻子 你们对四姨到底做了什么 她现在在哪 很抱歉 徐小姐 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能保证 四姨现在是安全的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 其实我都听见了 徐小姐 我知道 您一直把四姨当作 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 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 她可能无法再照顾四姨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四姨还给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帮我和四姨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 我更是一个母亲 我还没想从地里面 我没想过 吓人是一个妻子 我会玩 我不是想と 我 我 能必须 我 小波 对不起 四姨 你快给我离开这儿 走 来 我带你走 来 快走 三姨 三姨 四姨你慢点 四姨 不可以 教教我 四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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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姐 我把四姨还给你了 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 不要报警 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好 四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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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四姨呢 四姨去哪儿了 小波 你冷静点 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 此一是你亲生孩子 你不能虐待他 虐待 我自己的女儿 我想咱们对她都是我的事 能得着你来管吗 你就是放下过去 想惩罚我 刘晏 师爷 你怎么这么狠心 想看着我死了 我死了 你们都扛下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走啊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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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你在哪儿 师爷 你在哪儿啊 曲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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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小波 师爷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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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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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快救救我的孩子 师爷 你冷吗 再坚持一会儿啊 一会儿车来了 上车就不冷了 师爷 惠一 我还以为 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都是我不好 四一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让你跟他回家 我不该这么晚才来找你 都是我不好 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不是你的错 惠一 真的不是你的错 那 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我愿意 四姨 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 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妈 妈妈 乖女儿 徐辉 你把四姨还给我 四姨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 是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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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哥 叫情况 封警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停的主要原因 你呀 来得太晚了 妈妈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以前的家和你外婆的家 外婆 她现在还好吗 她很好 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 咱们早点去休息吧 走吧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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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能没有你 救救爸爸 爸 别怕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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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回答 是什么 世界上小的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思琪 你怎么了 你嗓子说不了话了是吗 没事 没事 别怕啊 那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走 走 医生 怎么样 报告还正常吗 检查得好 还是没问题 应该是肆语症 你还是转精神科吧 精神科 是的 这是暴力所知的后遗症 让心理医生多疏导一下 可能会有好载 好 好 老司医 我想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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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司医 这就是嫌疑人 姓名徐慧 受害者秦思怡 于五天前深夜十二点 被徐慧从家门口拐走 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 大家分头行动吧 啥事 赵 你是想让领导知道 你跟徐慧是老同学 然后把你调离这个案子 别冲动 诚哥 徐慧不可能无缘无故 做这样的事的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的 法律面前不谈苦衷 赵 你是警察 你懂的 当下是找到徐慧 查明真相 等我 程总 我要离开五种基地 您帮我请个家 谢谢 小心点 您帮我既队 您帮我看 我 您帮我导让你召妆 是一些他的主人 你是帮我 你不讪她 你不怕我 你还可小便 你不不许她 你不许你不许她 你不许她 你不许她 爸爸都要找到你 爸爸一定要 把你从人贩子手里 救出来 所以 爸爸爱你 秦小波 你真无耻 leave you 许慧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 开门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不是来抓你的 让我进去跟你说句话 你想解释一下吗 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都看见了 我不会把司翼还回去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是她妈妈 我必须要保护她 许慧 你 没错 我曾经是害怕重蹈覆辙 成为一个母亲 但是现在 我想成为一个母亲 爱护她 保护她 即便与所有人为敌 赵丫 徐玉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个 不是他不说 也是他说不出来 他得了暂时性的失语症 医生说 是受了精神刺激才这样的 周贺 你都看到了 我没有拀骗司翼 我是为了救他 才把他带走的 如果他继续留在秦家 他会没命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四溢 那你就拿起法律作为武器 来捍卫他的权利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起来 你躲得了一天两天 你能躲得了一世吗 你难道真的想让四溢 看见你被抓走吗 徐慧 法律是公正的 如果秦小波真的有虐待四溢的行为 法律会保护他 相信我 喂 张高 我找到徐慧和四溢了 我现在怀疑 秦小波有虐待四溢的行为 我申请为四溢做商情监令 还有 张高 有件事我请你帮个忙 谁呀 晓鱼 晓鱼 你终于来看我了 这些天 你都去哪儿了 还能写字吗 可以的话 把这个欠了 来 离婚 你为什么 让我对话 我该不行了 你竟然要跟我提出离婚 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 我们也就结束了 晓鱼 你为什么这么绝情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我就是被你的爱绑架太久了 才让我现在这么狼狈 秦晓波 在你不过孩子和我 离开家的时候 我才明白 自始至终 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 你太自私了 你抓紧时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 晓鱼 晓鱼 你回来 不能走 你要帮我 把司仪找回来 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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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警察同志 我要去接司姨 你帮我叫医生 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司姨 陈先生 请先别过去 718儿童拐骗案的嫌疑人已待到 但正如我汇报中说的 这个案件有引擎 我想向您做进一步的汇报 好 沈云 你过来 让爸爸看看你 这些天你受苦了 现在你安全了 爸爸保护你 你别怕 思雨 你的嗓子怎么了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是谁把他害成这样 你心里有数 秦晓波 他是你亲生女儿 你把他当作自己的续命工具 他才十二岁 你怎么忍心这样啊 秦先生 徐小姐 孰是孰非 法律自有公寓 我们一定要会查清楚的 在这之前 希望你们要配合我 你别碰他 放开他 警察同志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是为了救他 才把他带走的 我愿意坐牢 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 别把私衣还给他 警察同志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是为了救他 我愿意坐牢 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 妈妈 子依 你能说话了 走 秦先生 放手 警察叔叔 求求你别抓他 我们求求你了 妈妈 我好了 走吧 子依 子依你过来 求求你 求求我 爸爸不想死 爸爸现在 缺有女儿 秦先生 急救箱 快急救箱 快拿急救箱 我是徐慧 今年三十岁 户籍荆州 我没有拐骗四姨 是秦小波的妻子柳燕 把四姨送出家门的 孩子是自愿跟我走的 没有人逼他 你是秦小波的妻子吗 前期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份是白四姨的 伤情鉴定报告 经鉴定 孩子身上共有旧伤十三处 都是近两个院内形成的 另外 根据秦家保姆周桂方的笔录证实 秦小波确实存在监禁 和虐待白四姨的行为 还有这个 这是柳燕的笔录 七月十八日当天凌晨的十二点 是她自己开门送白四姨出的 所以徐慧的拐骗行为不成立 还有秦家的惊恐视频 和柳燕的口供存在着差异 你做得很好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是 来 Books 那是怎么办 是 温馨的 是 是 是 对 剩下的 我说是 并非 小波再也无法接近你了 从今天开始 你先住在福利院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吗 四姨 你在想什么 能告诉我吗 周叔叔 我能去见一个人吗 四姨 四姨 叔叔知道你想见许慧 但现在案子没有结 你们不能见面 不过叔叔向你保证 你们很快就能见面 不 周叔叔 我想见他 你怎么不见面 我只能是 我试试 我看你 我的天 我试试 我试试 ¿我试试 你试试 我试试 试试 试试 妈 是你 是你吗 我是不是眼花了 是我 妈妈知道 你不会不关我的 之前是妈妈错了 倒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 我也有苦衷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你找我是为了治病 我从小就知道 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 而我只有惠妮的疼爱 看着他们 我时常在想 我的爸爸在哪里 如果 他有朝一日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相遇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 都和我想的不一样 惠妮说得对 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悬念 是爸爸错了 你原谅我 我曾经以为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但看着你被逼磨折磨的样子时 这里却很疼 我现在才明白 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 无论你是否爱我 你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 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 我也一样难受 所以我愿意救你 医生 我能救他吗 配信结果还没出来 但是催了佳琪了 这块今晚就能知道 我一定会给你捡骨髓的 你放心吧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 现在说完了 我该走了 和约 和约 等一下 四爷 你做不错 是为了许慧吗 你是为了他 才给我捡骨髓的吗 就像你当初一样 你为了他 也隐瞒了自己 他就这么值得你付出吗 你错了 慧怡没有犯法 法律会还他清白的 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想带着遗憾活着 我不想带着遗憾活着 慧琪说过 人生的选择权不是他人给予的 而是自己创造的 我选择原谅你 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 我现在还给你 我现在还给你 阿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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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张哥 张哥 这段视频被处理过 你看 门口的影子是被处理过的 那就是说 他之前给我们的这个视频 就是假的 秦总 秦总 这结果出来了吗 秦总 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配信结果出来了 你和秦司姨小朋友的爱情结果 不相符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孩子的炸血干细胞救不了你 我们只能等其他相辅的了 帮助我 他不想吃了 他不想吃了吗 我都不想吃了吗 他不想吃了吗 我都不想吃了吗 告诉我的人是 撤销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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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晓波临终以前 撤销了案子 再加上证据 所以 你的拐骗罪名不成立 虽然来得晚了一些 但最终 还是还了你青梅 周贺 真不知道 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笑笑吧 认识你这么久 还没见你笑过呢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办理药手续 成为思怡真正的妈妈 思怡 妈妈 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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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